今天想看看書包裡面有什麼 其實現在我身處在酒店房 所以跟平時背景有點不同 而且剛才我嘗試撿過這個房後面拍到的位置 所以剛才非常亂 再加上也找了一段時間才找到這個位置 因為其實我這兩邊都有一個窗 但找不到一個高的地方 所以我現在放了這個相機在冰箱 而且我現在坐在一個椅子 而且我這次也有一個麥克風 不是用平時的錄影器 是用iPhone那個 在開始之前也說一說 我平時喜歡戴一個包包 平時用開的 再加上一個袋 因為有時候 可能要用電腦 戴電腦 戴書 戴筆 我通常都會分開 我帶了十幾個包包來Boston這裡 今天剛好用這個 而且這個也是我非常喜歡的 因為是粉紅色 這個是Chanel Boy 是金色的鍊 但那個鍊是牙色一點 所以不用怕刮花 而且我現在有點熱 因為我現在住頂樓 所以冷氣方面 可能曬著 我開了窗簾 然後一打開 就是這樣 我的東西逐樣逐樣拿出來 就是 銀包 用了非常久 沒有轉過LV的銀包 如果我用小的包包 我會轉卡片套 但這個比較大 所以我可以安裝整個的銀包 其實這個也是卡片套 但比較大 可以安裝多一點 另外 也是用了很久 就是這個LV的散紙包 但我不只是安裝散紙 我也有安裝紙幣 因為美國 也不太流行用現金 通常用卡為主 然後有這個充電器 這個只可以充到一部左右 因為它比較纖細 通常我現在用iPhone 8 Plus 其實都可以耐久到我全天的 這個也是後備 然後 其實也差不多說完了 其實不是太多 有這個鏡子 這個是粉紅色的 是有兩邊的一邊放大 而且你可以看到後面多亂 而且有燈的鏡子 看不看得到呢 希望你們看到 可能太乾了 會不會 先進去 之後有手霜 是Crab Tree 我差不多用完了 扁扁的 有時候可能帶小一點的包包 也可以進入這個 之後就是這個 我現在都在塗的 是Dior的Lip Glow 超級好用 已經回購了很多次 唇其實比較容易敏感 所以我用來用去也是用這一隻 而且我不是太好唇膏 那些東西 然後就是這個fresh的潤唇膏 就是很滋潤的這個 而且熱一點的地方 真的會溶 這支唇膏 然後到暗格 其實已經說完了 暗格我放了一些膠布 因為我戴了很多鞋 我戴了十幾雙 忘記了十五雙鞋 十五雙鞋 十五雙鞋 因為我是走學的 所以不同LA 我經常到處開車去 而且很多時候我的鞋 可能都是比較新 我好像戴了兩三雙是新鞋 所以有點刮腳 所以買了一些膠布 這些emoji膠布 就是在這裡買的 不知道看不看得到 超級可愛 它有點橫 我用了這個尺寸的 我已經用完了 而且這個 其實是很久之前 是不是 好像不是 好像在紐約賣 我以為在香港買 原來在紐約賣 現在記得了 在紐約市唐人街賣 這塊膠布 這個黏得很緊 然後也是一些emoji 這個是魔鬼 看不看得到 我免得打開 因為現在不用它 所以就不打開了 到最後一件東西 這個包包裡面 就是時刻 就是我現在住這個酒店的時刻 好 現在講一下這個袋 就是平時我裝上學的東西 這個布袋 其實我是上一次來的時候買的 不是這次買的 這個布袋也不錯 裝得很多東西 而且也不想說什麼書包 因為我上一次來其實是什麼書包 但這邊真的比較熱 如果背書包應該會很濕 所以這個布袋 旁邊也不錯 一樣就是這個電腦 而且這個電腦的套 其實是這次 這個季節買的 上一次我也看到的 但沒買到 因為其實我的電腦不太適合 但這次我帶這班 CES的班 每一堂都需要帶電腦 用電腦刮花 那些 因為我沒有一個套 是給我小的這部電腦 而且已經撞凹了 不知道在哪裡 因為我 還沒買這個之前 我就這樣放進這個布袋裡 所以好像這裡 不知道你們看到嗎 而且他現在這部電腦已經出了 粉紅色 出了一段時間 超想轉粉紅色 但也 這一部也比較新的 所以可能先遲些 而且這個CASE 是這樣的 就是黑色 而且他只有一個款 也比較man 而且後面只有他的Logo 裡面都是一些軟的質地 可以看到他欠的尺寸 是 這麼多 其實不是太多 哎呀 可以勉強接受到 起碼可以保護到電腦 Starbucks的小食 這個也是我最愛的 我很喜歡吃Starbucks的馬仔 還有這些麵包 因為我很喜歡吃電飯質 所以這個就適合了 我有兩個 可能怕有時候肚餓 或者酒店的時候 可能怕肚餓 之後就是我的專業相機 就是這部Sony A7R3 之前也拍過一個 unboxing 而且這個CASE也是新賣的 是在Amazon買的 而且雖然這個CASE不是Sony 我這部機 但也適合 相機真的比較大 超巨 然後這個套是剛剛好 可以入到 超級好 而且這個套好像是Canon 還是Fuji 但我也適合 而且裡面是黃色很搶眼的 然後他本身跟著這個扣 拍照的時候可以這樣吊著 而且我通常會用他們原裝的 方便一點 免得另外再去買 而且這個手袋 相機手袋 是有這個格子在裡面的 好 先放下去 而且真的用專業相機拍照 真的比較漂亮 前清後門的感覺很好 但比較重一點 有時候我也會跳不著這個 然後呢 這個很適合 這個是一把扇 這把扇在The Coop買的 超級可愛 這把扇 而且真的可以用 真的是一把扇 然後有時候熱 我是用這把扇 而且用來遮太陽 超有感覺 古葬 好了 然後 有耳筒 我用這個很漂亮的Emoji 我很喜歡Emoji 其實 用這個小錢包之類的東西 而且這個質地很好 超級超級滑 他的臉 可以當鑰匙扣 然後我有兩款的耳筒 一款可以平時電腦那些 另外那款就是iPhone 現在iPhone要插那個 在哪裡 在這裡 這個插頭 另外我現在 因為我現在正在收聲 所以我這個 我平時也會把白色這個位置 進去這裡 下一個就是這個 充電器 這個可以充到八次 plus應該 我猜可以充到六次 但這個是超大容量 另外也要加這條線 平時這樣圈著 但是剛剛 掉了 因為我通常也不會 插著線下去 這個位置 因為我怕 因為Apple的線很容易咬斷 所以我通常這樣圈一圈 不會長 會插著這裡 有什麼不時之需 戴定 之後有電腦的充電器 因為我 電腦CS那一課真的 要整天用電腦 所以也要戴定一個充電器 我試過忘記戴 真的沒有電 下一個就是這個SD card reader 這個是蘋果原裝的 可以插進電話裡 然後可以馬上拿到照片出來 其實也可以用Wi-Fi這個方法 但是我到現在還沒研究到 我Sony那部機 那個App那裡 我還沒認識 然後我Canon那些機 因為我始終是 用Canon那些機 所以Wi-Fi那裡完全沒問題 所以這個也是有什麼 不時之需 戴定 如果真的想馬上上照片 那些 一些紙巾 就是Starbucks的 因為我每一次上課之前 都會買咖啡 去替替神 而且有時候也會順便買 午餐或者snacks 所以有紙巾 不時之需 到最後就是這個麥克風袋 就是我現在用這支麥克風 裝著它 就是這個牌子 叫pop voice 這個牌子 它裡面其實還有一些東西 就是 這個棉的位置 有兩顆後臂 還有另一個好像是插 我也不知道哪裡 好像 是不是電腦 還是什麼 轉接器之類的 但是我主要這個麥克風 是用來 電話 而且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它要給那個 因為應該是一樣的 跟這個 看得懂嗎 大家 因為它本身這個 是平時 舊式插進電腦 或者 舊式的電話 那些 但是蘋果現在新的機器 也是用這個 這個袋沒有東西 還有一個好處 可以掛鎖匙 但其實我沒有鎖匙 但很方便 如果這裡這樣 吊著 這樣 忘記說 我現在拍片這部相機 Canon G7 X Mark II 我其實也會帶出去 而且試乎看看 多不多東西拿 如果真的太重 太多東西拿的時候 我不會帶我的Sony大機 只是帶這部Canon 我可以拍片 還有拍照 那些 還有那個腳架 我現在用這個小腳架 我也會帶 希望你喜歡這條影片 還有現在我真的非常熱 還有如果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Like這個影片 Subscribe我的頻道 Follow我的Instagram Snapchat 還有Facebook 拜拜